嗨,這裡是D-min Studio 那今天我們要來討論一下 半音階口琴吹嘴系統的直列式以及交錯式的差別 還有他們的特色 常見直列式排列的半音階以12孔的琴居多 那以後來說的話 有他們的D48、270以及270D還有Larry Addler 那兔子系列兩款琴都是 兔子的Hop-Up以及Melotone 還有他們所產出的頂級款這個Silver Concerto 那14孔口琴的話就是Masterclass為代表 交錯式的按鍵以16孔的口琴為主 那以Suzuki來說有他們入門款的SCX 進階款的Series 以及高階款的Fabulous 在16孔的設計上都是交錯式按鍵 那以後呢這個樂器廠來說 他們的280系列以及Larry Addler 16孔系列 還有現在還買得到的Super64以及Super64X系列 都是交錯式的 那如果是非16孔口琴 在Honor這個廠 有CX-12、CX-12 Jazz版 以及S還有Armadeus這三款琴 也都是交錯式排列的口琴 在黃片的排列上 如果是直列式的半音階口琴 他會把同一個調性的黃片做在同一塊黃作版上 例如C大調的會在上黃作版 深吸大調會在下黃作版 那你在切換按鍵的時候 你就可以明顯看到孔 從上排切換到下排 那如果是交錯式的半音階口琴 他的黃片排列是交錯的 他是上、下、上、下 所以對於一些新手來說 他在維修口琴 你就要特別去記 他這個黃片在什麼位置上 在手感方面 直列式的半音階口琴 因為他的按鍵程序比較短 所以他在做半音切換的時候 可以非常的快 那如果你是使用交錯式的 他的程序會比較長 在切換半音的時候會稍微慢一點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個人的習慣問題 因為我從小就是使用16孔的半音階口琴 那剛剛也有提到16孔的半音階口琴 主要還是交錯式為主 所以我就非常習慣吹這種交錯式的半音階口琴 那如果你要我馬上轉換到這個直列式的排列 我會需要一段時間適應 可能是1至2個小時 我才會有比較好的手感 以及比較順暢的演奏 以音量方面來看 交錯式的半音階口琴 因為他程序比較長 他的進氣孔也比較大 所以在相同的配置狀況下 會比直列式的半音階口琴 擁有更大的音量 還有更多的爆發力 那我手邊也有一把 這個程序又比交錯式更長的半音階口琴 這把口琴是LUNA 由月光以及JDR聯合出品的 那他的進氣孔更大 更遠的程序 換來就是更遠的手感 所以這個手感又跟一般交錯式的 半音階口琴按起來不一樣 所以這個也要花一點時間適應一下 音響一把半音階口琴 好吹程度以及音量 其實不是只有直列式以及交錯式排列這麼簡單而已 背後有許多複雜的設計 以及生產時候精密度的問題 那這兩種排列的半音階口琴 都是類似的 不管是他的拆裝方法以及保養方法 在世界上也有非常多的 傑出演奏家所使用 所以你只要挑一個好上手 喜歡的即可 那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影片內容 這也是DMi Studio 我們下次見 掰掰